這個週末來自日本來自美國捐贈我們的疫苗 有199萬劑 那麼蔡英文政府感覺起來 整個好像有點振奮人心又出來了 開始喊就說疫苗的相關規劃 那麼蔡英文總統還說 我們這個即時雨 鳴記在心輪到你就去打 那疫苗接種順序表也11大類都列出來了 可是這個時候也傳出了這個疫苗特權的部分 那剛剛凱強是說 他其實一點也都不意外了 之後像會發生一些什麼超打的事情 這個是權貴啦 或是比如說平常護航綠營的這些名嘴 很有可能他們是被超前部署的一群 但我比較關注的是 這些疫苗到了 其實他們當家總在我們手上的疫苗 才286萬劑 施打率完成率還是齊低 目前為止還是有三成的醫護打都沒打到 這個部分政府難道不用負責嗎 這個還是警訊吧 當然 就以這個高危險群來講 對不對 那最主要的是 我最擔心的是這個醫療體系的崩壞 因為醫療體系崩壞 那我們的民眾就慘了 對不對 那現在已經有好幾百位 大概七八百位更多的護理人員 當然有一部分是醫師 分分離職 對 那離職的結果就是剩下來的醫護人員會更加的辛苦 那我們最擔心這個比疫苗更可怕 那本來就是應該讓這些人打完疫苗都有抗體 那就可以放心 那現在我們知道很多醫護人員的第一個不能回家 因為回到社區就說你是瘟神被人家排斥 真的我們很不捨得了 那不能跟家人相聚 回家不能抱小孩 所以在這個布桃事件的時候呢 我就提出來 對 醫療的量能一定要維持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個疫苗都先給醫護人員打 那麼我就提布桃的時候提說 讓醫護人員可以好好睡一覺 好 那今天更是如此 這個我們不是變了800多億的這個紓困的這個費用嗎 那你為什麼不讓他們 反正現在觀光旅館也沒有什麼人 你就把洗來燈啊 把服務啊 把凱月啊 通常給它包起來 讓他們好好睡一覺 對 那麼這個到今天 這個就是整個政策錯誤 那我們的敵人是誰 病毒 病毒 跟中共政權 不是中國人民 對不對 那病毒我們怎麼辦呢 第一個要發現它 要怎麼發現它 就是快篩普篩嘛 對 但是到這個5月11號12號 這個我們的陳部長怎麼樣 誰要講普篩快篩 馬上就說這個有胃因性胃肝性 不准講 你要篩要拿5000塊到7000塊 要證明要出國 對 可是別的國家都怎麼做 到處都在普篩快篩 而且都不要錢啊 對 那人家都是笨蛋 只有你聰明 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剛剛講了 第一個 敵人是病毒 然後你要知道敵人在哪裡 就是普篩快篩 普篩快篩又怎麼辦 第一個我們躲避敵人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Social distance 隔離 勤洗手 我們避開它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要穿上防彈衣跟戴 作戰 頭盔 對 對不對 那就是疫苗嘛 對 那我們到今天為止 我們所有進步的國家裡面 我們買的疫苗 連下單的都最少 對 我們施打的最少 對 那這是什麼 這是整個決策錯誤 這個整個決策錯誤 誰要負責 誰執政誰負責嘛 又不是沒有人跟你講 講的再講 講的再講 這個 但目前看來沒有人要負責的意思 那就哄他下台嘛 最後沒辦法就革命嘛 我今天這個兩個字都講出來了 你想看 最會溝通的政府 民主就是要有不同聲音的在野黨 然後呢 民眾講的話不聽 你就可以大聲一點 再不聽拍桌子 那陳時中是不是這樣 他從來沒有一次說 不同聲音的地方首長 不同的學者專家說 好啦 我不要每天就播那個 今天有211對不對 對 今天211確診 還有什麼26 26死 好 天天播這個 你有沒有一次聽聽別人的聲音 討論一下為什麼別人有不一樣的聲音 這個政府是什麼政府 你說他不應該負責嗎 我跟你講台灣老百姓 太溫良公減浪了 你去巴西看看 你看你再別的軌道看看 不是上街頭 早就要搞革命了耶 那麼他不要負責嗎 然後難道用所有的力量 搞150 我們台灣早就沒有民進黨了耶 你看看所有的以前的黨主席 當過總統的陳水扁跟呂秀年 以前的菁英 陳文倩 沈富雄 鄭立文 什麼吳子嘉他們 全部今天在批什麼 批蔡英文 不是嗎 他們民主自由愛台灣 這幾個人 蔡英文這個集團 已經把整個民進黨綁架了 把它推翻了 現在只有150黨 毀台黨 毀要台灣的黨 不是這樣嗎 我有講錯嗎 但是我怎麼罵他 說他是爛人 他絕對不講 因為我知道他 我們講的是對的 趙稻康講對不對 對的 我們這些所有批評他的人 對不對 但他就從都不知道 反正我只要無限的1450 我把這些綠的立委都照顧好 綠的立委在幹嘛 天天都在監督 在野黨 在野黨 有這樣的黨嗎 你看天是這樣子 那個王仁宇什麼什麼 那幾個羅什麼 天天都是搞這個 這樣會成功嗎 這樣防疫會成功嗎 台灣真的很可悲 不過剛剛提到了革命 如果說疫苗再不來 或是來了之後 真是不公不義的話 真的會 真的是鬧出革命 鬧出風暴 因為剛剛特別提到 疫苗特權的部分 所以署長 我在追問你一個 就是說你剛剛有特別提到 當然特權 因為這整個執政黨就是特權 天天在搞特權 哪一件事情不是在搞特權 因為你說疫苗接種順序 你剛剛提到說 是要給這些高危險群的優先施打 但是我們這八大工商團體 或是所謂的這個金管會員 難道也都算是高風險的名單嗎 所以很多人才會有開始質疑說 這根本 其實這些大老闆們 或是有一些特權人士 他真的就是有疫苗捷徑 有幫他們設疫苗捷徑 他們還可以坐飛機到美國去打 是這樣嗎 所以你不意外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完全不意外 這個政府完全 你天天看到的 都是很多特權嘛 對不對 又是這麼腐敗 就這樣嘛 就是台灣老百姓真的很可憐 然後每一次都要打 當然我們很高興 這個美國人答應給我們75萬 我們也不管它是什麼疫苗 只要美國疫苗 大概一般都不差 日本給我們那個 一百四十 一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萬 都是好事情 對 可是我們買的疫苗在哪裡 對啊 對不對 然後最可惡的是什麼 郭台銘 這個星雲法師 這個福光山 還有這個張亞中他們 要這個捐贈疫苗 他到今天為止 通常給你擋住了 是 他完完全全那個法令 所有的專家 最起碼我也當過署長 那個川病防治法 那時候修訂在 九九年 二零年 是我去每一個立委 藍綠都去拜託過的 他根本就拒絕法令 所以老實講 我也要說再一朗幾句話 有這樣的政府你還控不下來 然後呢 已經立法院通過了 說要去調查 這個現在的政府是怎麼買疫苗的 到今天為止呢 就不讓你調查 你想想看 不讓你調查 就一定有貓膩嘛 你光明正大就大家展開來看嘛 對不對 然後一切就是為了負高端 現在你比較所有的國家 不管是你訂購的 台灣不是窮國 台灣拿了這個數分八千多億 前面不去買疫苗 然後拿八千多億到處撒幣 然後呢讓大家去感謝他 這可惡不可惡 那我們的民眾都傻傻的 所以愚蠢就變成奴隸 對不對 那些民進黨的1450 那些立法委員 那些不要你來的政務官 那就是愚蠢嘛 愚蠢就是變成蔡英文的奴隸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